尽管新任首相表明没有接见任何政治领袖 不过国政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西 却以会晤慕游丁商讨内阁排阵为由 申请展颜原定今早继续开审的贪污失信和洗黑钱案 高庭允许案件展颜 不过来到下午4点高庭传召阿末扎西回法庭 要求他解释 当事人改口说是会见首相的政治秘书 并否认欺骗法庭 阿末扎西的辩护律师郑保德透露 辩方今早在吉隆坡高庭提出暂缓审讯的申请 以便阿末扎西能够会晤首相商讨组阁事宜 阿末扎西过后发文告表示 希望法院能证明他的清白 因此他不会要求控方策案 目前案件只是展颜 明天将如常审讯 同时他接受网络媒体当今大马访问时 否认已撤销巫统领袖控罪 作为支持土著团结党主席慕尤丁出任首相 他反驳有关不实消息 另一方面巫统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穆沙 认为新政府不应该干预法庭事务 例如撤销与盟党成员相关的案件 他呼吁各造尊重司法 立法和行政机构之间的三权分立 并认为没有可以以政治利益干扰司法系统 不过安努亚指出 那些没有足够证据 由政治为目的的法庭案件 则应该喊停 说成员代表 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